大家好,欢迎来到娱乐泡泡圈 人家伦不仅喜欢舔嘴唇,也喜欢吐舌头,果然小可爱 作为一个明星,他们总是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不能太过放大或者太过随意等等 人家能作为一个人气明星,他的很多动作都是随心所欲的 并没有很多的束缚,就比如说他平时很喜欢舔嘴唇这个动作 都全部都被粉丝看在眼里 而他最近也有一个新的动作被大家发现 很喜欢舔嘴唇,这个动作早就被大家发现了 大家觉得这个动作还蛮可爱的 毕竟舔嘴唇对他来说是一种滋润嘴唇的方式 可是对别人来说却是对干燥嘴唇雪上加霜 不管怎么说,人家伦喜欢舔嘴唇,这个世界已经被很多人知道了 而且粉丝也觉得他这个动作很正常 平时有很多人也会做,也喜欢吐舌头 这个动作是被新发现的,不少人觉得他犯规了 这样的动作显得他十分的可爱 一个30多岁的人看上去只有18岁 这样子的少年感又有多少明星可以展现出来呢 但这个动作被大家发现之后 他也没有过分紧张或者其他的情绪 他觉得自己想要展现出一个真实的自我 自然会继续交由 小可爱一个 他可爱的这一面早就被大家发现了 只是大家都没有详细说出来而已 一直以来 他的可爱气息都呈他身上呈现得很彻底 并且大多数人都知道他可爱是提前在自己外形 以及内在等多个方面 在那些方面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总单量也可以用可爱形容 而他的外在如果是寸头的发型会显得格外的帅气 如果是有刘海会显得他比较年轻更加可爱一点 粉丝看来人家能这样犯规的哈 他这样真的是越来越可爱了 粉丝们的评论都是很正直的 大家觉得人家轮这样子的操作真是前所未闻 一直以来他都是很喜欢舔嘴唇 没有想到他竟然还喜欢吐舌头 这样子的小动作全部被粉丝看在眼里 很多人都觉得他变得越来越可爱了 粉丝们觉得他这样子的动作实在是太诱人了 就想扑倒在他的身上一般 在我看来 人家轮的外在形象为他加分不少 一直具有少年感的他 在吐舌头就从这些动作上面经常会出现 或许他本身就是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把那这些小动作他也不是经常会展现 只是在这一次面对镜头或者终于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 不管怎么说 人家轮的确是一个很实在的小可爱 如果他想学了 他是一个小可爱 可以继续为他点赞 总的来说 人家轮的魅力还在持续进展当中 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很清醒的 要拍摄什么样的作品或者拍摄什么样的角色 他会有自己的想法 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在今后的道路上会走得更加远 正是如此 人家轮还会继续的加油 在未来道路上变得越来越优秀 不知道你们是否喜欢人家轮这个明星呢 人家轮的专业和经验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和人家轮多次合作的老戏骨王静森老师 也曾经在公开场合中夸赞人家轮惊艳四作《前途无量》 仅日之下的原著作者蓝色诗也说过 人家轮还原了他内心中的陆大人 并且称自己也在上头追剧之中 一路走来 人家轮经历了起起伏伏 也走过了许多坎坷 从默默无闻到众人皆知 从配角到主演 他始终坚持初心 2020年是人家轮的丰收之年 相信未来的人家轮也会勿忘初心 认真演戏 将更多好的电视剧展现在观众面前